Hello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这期视频算是今年的最后一个视频了吧 在这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希望2021年大家能够健康平安 牛气冲天 所以今天咱们来试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这个大家有见过的吗 这表面有刺的还挺扎手的 它叫木鳖果 既是一种水果也是一种蔬菜吧 就是它里边那个籽就是形状 特别像甲鱼 所以叫木鳖果 其实我买的时候是买了三个 因为快递原因嘛 就是有点慢 所以已经烂了两个了 这个还算是比较完好 看着这表面摸着 其实是已经有点要变软了那样吧 但是看着还好还好 这个呢在东南亚地区那边呢 也被称为来自天堂的水果 行吧 咱们去洗洗啊 看看切开里边什么样子 洗完之后啊 看这表面特别的艳这个颜色 橙色的 要切着里边还是挺软的 还是挺好切的 我的妈呀 天哪这里边 我的手 红彤彤的 红彤火火的 这咋一看跟那个上了颜色似的 就特别的红 这个摸着 就它表层啊 就软绵绵的那种感觉摸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过那个很多吃播吃这个的 而且他们还会拿这个抹在脸上 咱先试试啊 是不是特别的掉色 我就直接来吧 试试啊 哇 这么红 它真的是 是不是特别像小时候那胭脂啊 特别像小时候点的那个 其实它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味儿耶 就好像是那个什么南瓜呀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一点生的那种那种味儿 但拿这个籽闻的话 还好像从那个的基础上多一点点酸 多点酸味的 我的舌头 啊 比我的嘴唇还要红 我的味觉失灵了吗 它吃进去是有一点默默粉粉的 然后软绵绵的那种口感啊 但是味道上真的没有什么味儿 它也没吃出来呢 嗯 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 哦 我的手 哦 对了 我要特别跟你们说一下 它里边这个籽啊 是不能吃的 它是可以入药的 但是呢 是有很强的毒性 外边这个红色的是可以吃的 咱们打开看看是不是像那个甲鱼啊 哎呀 这表面黏黏糊糊还不 哎 哦 外边这个红色的这个羊跟里边 它是有一层膜的 就像鸡蛋一样 包开之后里边还是很干净的 哎呀 天哪 看看像不像 这个也太形象了吧 看 硬硬的 哎呀 哦 也没有什么味儿 像这个木鱼骨啊 就是在越南那一带区域啊 就是人们像什么过节啊 或者一些喜庆的时候 就会用它来做红色糯米饭 嗯 就是什么很美好的寓意吧 所以呢 在这过年的喜庆时刻啊 咱们也来用它做一锅红色糯米饭 看看是什么味道 这糯米呢 已经是洗好的了 咱们把这个木鱼果 里边这个果盒全都倒进去 好红的 然后呢 就继续在里边搅拌 跟这个糯米让它融到一块 看看 我还没怎么搅拌呢 都已经成红的了 搅到一定程度啊 籽就会都脱落出来 OK 看这个颜色 已经非常非常的红了 都变成红米粒了 完了 水放多了 这还有汤呢 哎呀 很软了 黏糊糊的 看着还挺好看的 有点像那个西红柿的汤浇过一样 里边这个果肉 还真有点像西红柿似的 看它烂的 还是原来那个糯米的味儿 这个倒是对这个米本身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个米粒 我以为会变成那种红色的米粒呢 特红的那种 其实它还是这种白色的 能看出来 它这个染色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啊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哇 这舌子跟上边都开始粘住了 好粘好软 跟直接蒸糯米饭没啥区别 这个不光你直接吃这个红别瓜 没什么味儿 而且蒸鸡米饭里也没有什么味儿 我觉得它就像天然色素似的 是不是 很健康的色素 嗯 黏黏的糯 再放点糖就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放了那些瓜的瓜 这个糯米吃的比我上次蒸的那个糯米 要粘 中间都拉丝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关系啊 因为糯米本身就粘嘛 而且呢 我看网上还有那个用它榨汁喝 还有炖排骨的 对 哇 我觉得炖排骨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对味道没有影响嘛 而且想像这个排骨出来之后的样子 哇 红润润的发着亮 肯定很好看 这过年真的这么蒸米饭的话 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很好看 是不是 喜庆的颜色 好了 今天这个木鳖瓜呢 就体验到这了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哈 像蒸的这碗米饭一样 年年美美 红红火火 最后呢 喜欢我视频的话呢 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拜拜